现在的市场对于美中贸易大战的升级感到不安 再加上了英国两大党脱欧谈判破裂 加重了市场担忧 欧洲股市呈现的是全面拉回 德国股市跌0.5% 英国法国股市市小幅收低有近0.1% 美股部分再来看到 川普政府宣布对欧盟还有日本汽车加征关税的措施 将延后180天 美国也跟加拿大还有墨西哥达成协议 取消课真钢铝税 有利于推进新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股市早盘获得了支撑 道琼一度上涨86点 不过盘中财经媒体CNBC指出 美中贸易谈判恐怕陷入停滞 这消息人士揭露美中双方对接下来要谈什么都不确定 那下一轮协商的时间表也一直无法敲顶 而北京方面也没有松口表态 愿意重新考虑本月初谈判所做的承诺 这多重变数都让周五的美股尾盘下杀 四大指数成线同步收黑 下来看到道琼指数部分 受到了开拓重攻高盛的领跌 收盘下跌98点 收在25764点 跌幅在0.3% 日K是留下了长的上影线 Tesla或不单行 日前Model 3的死亡车祸调查报告出炉 显示肇事原因跟自动驾驶辅助功能有关 另外马斯克上周以电子邮件向员工坦诚 如果不严格执行成本控管 恐怕在几个月内会后进现金 Tesla收盘是重挫有7.5% 目前股价是创下有接近两年半的新低 而贸易战的担忧让尖雅谷尾盘下压 脱离到了NESA指数 收盘时下跌1.04% 收在7816点 回测到季线的支撑 据非半指数部分 应用材料的财报 优于预期 本季营收以及获利同样乐观 股价上涨2.5% 不过同样财报 优于预期的NVIDIA 并没有重申先前乐观的全年猜测 引发市场担忧 股价呈现开高走低 收盘下跌2.2% 再加上了华为供应链中 博通高通台积电的ADR 并没有看到主稳迹象 脱离到了费半指数收盘 是续跌1.9% 收在1402点 回测整数关卡 而标普白指数则受到 能源跟科技股拖累 收盘下跌0.5% 收在2859点 是回测季线的支撑 好 今末呢 再带你掌握 在5月20号台股期货 夜盘在最后整交价是10403点 下跌有10点跌幅0.1% 交易量是6.1万克 累计所有月份 集交所夜盘商品总量是37万克 今天要来些重要的财经消息 继续一分钟时间带你掌握 中美贸易战升温 非美货币面临贬值压力 大陆人行副行长 大陆国家外管局局长 韩公盛昨晚强调 大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并且将严厉打击汇市的违法违规行为 此举被市场视为 人行严重警告 投机公投 不可轻举妄动 美国政府上周实质禁止美国企业贩售技术给华为 日经新闻在分析美国高盛等券商资料后发现 华为大约90家主要供应商里头 大约有6成是总部位在亚洲的企业 前10大供应商也多为亚洲公司 美国的禁令势必将冲击亚洲企业 特别是智慧型手机与电信设备业者 美洲贸易战升温为控制器PCB 有望成为第一波社会转单效应的 台湾电子关键零组件 盛群 泰平KY 汉语博 金城科等业者动起来 另外美方压力使得大陆更积极提升自制IC的比重 增加对台湾特殊应用IC的委托设计订单量 待望创意等台场 根据群制咨询数据显示 第二季面板产能面积 计增6.4% 但是整体需求疲弱 面板采购衰退6.8% 市场仍严重供过于求 电视面板在三四月小幅反弹之后 五月份价格动涨 面板厂第二季亏损压力仍大 更多讯息请继续锁定 东森财经听闻台 投资停开天资电影快速掌握 我今天排面重点了 美中贸易战延长赛开打 自打黑天鹅来袭 冲击到了台股上周重挫3.1% 一口气跌破了季线年线支撑 外资法人预期澳 台股目前仅剩半年线有撑 预期半年线将成为台股夺头的马奇诺防线 好另外看到对于平民媒体报导 华为订单由群创改为中国声超同胞 红海表述集团各子公司独立运作 红海没有介入其接单销售的调整策略 而且郭台铭本人并未持有声超股权 请外界勿散布不实谣言 然而声超法定代表人为张登海 他也是红海K次集团副总经理 再来看到是美中贸易战持续延烧 华为锻炼风暴吹向了大陆各大系统厂 为了避免出现被美国切断供应链的风险 包括了中心华为在内的大陆系统厂 都开始加快建立自由晶片生产链 并且拉紧跟创意支援世新KY等IC设计服务业者的合作关系 一起来关注金融股法术会近两周要密集登场了 今天先有国泰金法术会打头阵 23号是永峰金 下周还有27号的富邦金 28号的三商售 30号星光金等等接续来进行法说 那么法人说了 金融股受限于政策对于配息规范趋延 加上了大盘指数大幅转弱 影响到台股投资收益 不过对整体的金控法说是偏保守来看待的 好来关注目前日韩股市开盘最新的动态 目前日韩都是呈现开高反弹的格局 南韩股市反弹将近一个百分点 日经指数也上涨0.7% 市场的避险情绪稍微降温 因此日元汇率是暂时回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